秀林鄉的水源村 经常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踏青细水 为了提供游客和部落族人 来到水源村可以有安全的防汛道路 水源村长特别向立委傅昆旗 陈勤反映希望可以新建一条防汛道路 让大家来这里休闲游玩的时候 可以更安全 街道水源村部落里面就有一处大森林 可以说是游客来这里踏青细 奋斗金的好地方 从春泉一直到秋天 一年三季总是会吸引硕西的族群 来这里放松自我 由于原则水源地并没有一条防汛道路 部落族人们和游客前往游玩的时候 是相当不方便 相当狭小也往往造成意外寝室发生 水源村长红明会也在青春期间 向立委复关起反映来重视部落的需求 因为这两年我在县府基层座谈的时候 也提过在县府座谈会的时候 跟县长提过 我们部落水源部落需要防汐道路这一条路 由前东方消炎炎制到水源多功能 靠着提防员上来 原因是我们部落的路很窄 小孩子又多 怕游客在夏天来细水的时候 为了方便小朋友不要被车辆撞击 所以说我们很需要这一条路 以后不单单是为我们水源部落好 还可以对整个花蓮县的泄民也好 运动都可以从那边运动 可以折返到那个建国路 希望这个昨天的 跟委员报告的这两项 希望能够说今年看能不能说中央那边多写出我们部落 我们会表示水源地平日的时候也吸引前来曾有的游客来这里健身 可以说是大自然富裕的天然美景 由于从5月中一直到9月底 在假日的时候吸引相当多的游客来这里洗水烤肉 希望透过提案来增设一条防汛道路来改善地方的基础建设 记得终于出现不了